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前任总干事陈冯复珍 2月2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这并非世卫组织针对中国 而是要提醒其他国家做好相关预防 及时跟世卫组织通报情况 世卫总干事就是一个做出一个科学的判断 要宣布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 全球都关注的问题 主要我们要明白这个机制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机制的作用不是针对中国 因为中国已经有这个疫情 但是就希望其他国家 尤其是哪些准备不好的国家 机缘不够的国家 比较薄弱的就是发展中的国家 要提升他们 要提高警戒 陈冯复珍表示 世卫组织有责任从全球角度 协调调研抗击疫情的方法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程度的需求 做出不同的援助方案 当然中国有很强大的力量 但是呢 因为这个疫情在咱们国家 肯定是很大了 所有的捐责都忙得不得了 不睡不眠不休的 为老百姓服务 为国家做事 所以也不够捐责的 世卫可以 就是请其他国家的捐责 跟咱们国家的捐责 一块来做研究 做调研 尤其是那个疫苗 还有这个处理 治疗 那个重病的老百姓 那帮助其他的 比较薄弱的国家 就要派另外的一些专家 去其他的国家去帮他们 面对持续发展的疫情 如何尽快研制出特效药 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陈冯复珍强调 世界范围内的专家通力合作 可以加快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制 而在此之前 抗击疫情需要每个人全力配合 我说政府在应该要做的地方 他们都尽量地去做 但是政府单方面 不能控制这个疫情 要全民每一个人 都要跟政府配合 陈冯复珍呼吁民众 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不为医护人员添乱 他表示 在这场没有硝烟 但是形势严峻的抗疫战斗中 逆行的医护人员 守护了人们的安全 并在采访中 表达了对医护人员的敬意 医护人员现在已经很辛苦了 我也希望这些个机会 激进我们国家的所有的医护人员 他们就是想成功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